这位农民辛苦种了一年苹果 收获了7300斤 可三天后他不得已全部贱卖 只挣了8000多 花十分点价以后 对不起上面 我觉得我那个时间 我的很心疼 你打工的花也不这么穿 你两人都要玩算 其实我一起来 我对这个土地我就没掉下去 他和老伴在去看玉米地 发现玉米也被欢糟蹋了 那这个农的月也不知道 算了 你看这什么 你看看 有那么几多种了 你还这么大的包腿来呀 华市管家是给这个三绿博客动物 他还博客动物 那种人都没东西 我都要是用意了 他就这多种了 博客 博客 农民都没博客 最近不少作品都把目光对准农村 但我们却总收获创作者 家国滤镜的观感 真实的农村是怎样的 真实农民有什么困境 又有什么梦想 今天一部九点三分的纪录片 乡村里的中国为您奉上 这是十年前 山东韶玉村的一年24个节气 2012年 韶玉村有167户人家 全年人均收入只有5000元 为了钱 村民把古树连根挖起 卖到城里搞绿化 为了钱 村里的青年出去打工 回来却在骨灰罐里 记录片的主人公杜山中不赞成离乡打工 他也出去干过 那时他去给人杀玉米修路碑 因为操劳过度掉了13颗牙 但他还是把女儿送了出去打工 把儿子送出去读大学 并叮嘱他一定要出息 不要回来 纪录片拍下村里的许多烦恼 一会有人说这被砍的树是他种的 要赔钱 一会有人说要建的新路占了他家地方 还有偷摸要死人家作物 偷摸殴打别人的坏事 前面那位打工青年死于工地意外 得了55万赔偿 家人却因此反目成仇 纷争往往是为了一个钱字 而杜山中仿佛例外 他的确很穷 却心怀物质以外的追求 他写的一首好字 每天忙完农活 他就蹲在门槛后练书法 以光为止 以水为末 他喜欢写道德经 道可道 非常道 村里大大小小的红市白市 有需要提字的地方都会找杜山中 他不收钱 听到大家夸他写的好时 他会腼腆地说 除了写字 他还喜欢音乐 最大的心愿是买个琵琶 琵琶得多钱你知道 石头上打 喜欢打热了 他有个笔记笔这样弄的 你是肯定把他不做一样 多年前 村里的喇叭放了一首琵琶曲 春江花月夜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忘不掉 他找遍整个村 借到一把二胡 渐渐拉得有模有样 但他对琵琶依旧念念不忘 请问一些这种琵琶 东西让我特别不特 心里太舒服 一天 他终于忍不住 跑到了镇上 用690块钱买下一把琵琶 像抱着宝贝一样回去了 他骗老伴说 这琵琶只要490 但老伴还是不太高兴 你都没得回钱 我觉得是你的身材 你都不懂 你没那么多东西 我看你怎么能 他出来 不就这样了 我抬后去了 这个 我这个琵琶上 他说好出来 家庭 他说好出来 我妈瓢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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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杜生中每天一有空就练琴 58岁的他没人教没琴谱 又黑粗糙的手落在琴弦上 某天老伴得知琵琶的真实价格 又和他炒起来 你放下了 我现在强上去 就别会强没人问 老伴张照真总因为钱的事和杜生中吵架 有时怪他乱花钱 有时说他懒惰 但在一些事情上 夫妻人是一条心的 女儿出嫁时 两位老人商讨 把南方给的彩礼 村民风的红包 加上在贝如底下藏着深深的存款 凑成厚厚一叠的钱 塞给女儿 杜生中说他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女儿 出嫁的那天 宾客迎门喜气洋洋 杜生忠湿着眼眶 他的儿子回来了 在车后面悄悄抹着眼泪 女儿走后 杜生忠和张兆珍对儿子嘱咐了很多话 不外乎好生努力 好好读书 张兆珍在墙角翻出一堆书稿 杜生忠看着自己的书稿 深深叹了口气 年轻时他喜爱文学 作品曾被鲁迅文学院选中 是当时被选中的几千人里唯一的农民 但生活没有给他实现理想的机会 只能凌结成一堆不忍丢弃的废纸 钱都通常不收 是功夫大行的不收 一事无成啊 什么事的一场空 你妈妈她不认识我是谁 你妈妈她对几年也不知道 她要做什么 这就是我对她的一种痛苦 为什么成天天 一点事怎么就吵 那么就吵 她这个思想瞄的就是 这个心里深处 她就是那么个干净 越有文化 两人说了许多话 到头来都是对着孩子说的 他们现在的梦就是望子成龙 2012年 导演焦波来到韶玉村 花了372天 记录下1000多小时的素材 最后把98分钟送上了荧幕 并取名乡村里的中国 在她镜头下 乡村不是桃花园 也不是脏乱叉 农民不是愚昧无知 也有品味和报复 她排出的乡村 是社会的根基和土壤 在这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 长出过有志的青年 长出过新鲜爽脆的苹果 她就像国家这棵参天大树的根 深扎于土地 输送着养分和力量 只是当大树枝叶繁茂 树根却好像被忽视了 又到一年过年时 村里举办了新一年的联欢会 杜森中来到自己的书法前 抱着自己的琵琶 和两个拉二胡的朋友一起伴奏 而主唱的是她的老伴张兆珍 这是一首宜蒙山小调 原来一直唠叨的张兆珍 也对歌唱有着念想 平日里她有时也会唱歌 而在这个一年一度的场合 她的歌声终于让大家听见了 有人给她送了两串糖葫芦 团聚的人们都开怀地笑了起来 过去一年的辛劳琐碎 微心和吵闹被暂时遗忘 四季轮回 他们还在土地上生活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